1月9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2023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演讲。 王毅表示,2023年是中国外交的开拓之年,中国外交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,做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决断。 王毅在会上阐释了中国外交的六个坚定选择。 我们持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,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振兴。 过去一年,习近平主席同法国、德国等欧洲多国以及欧盟机构领导人多次深入沟通。 战略、经贸、绿色、数字领域高松对话取得丰硕成果。 中澳关系重回正规,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整形状再出发。 中日两国领导人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,中美关系年初遭遇严重困难。 中方表明严正立场,要求美方改变对华错误认知,回归理性务实对华政策。 经过艰苦努力,双方重构、沟通与对话,双面关系实现止跌其稳。 王毅强调,中国在团结与分裂之间坚定地选择团结,在开放与封闭之间坚定地选择开放。 中国同伊努尼西亚取得亚万高铁建成通车等标志性成果。 中国同新加坡的关系定位,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。 蓝媒合作脚踏实地,日新月异。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紧密。 我们坚定团结,全球南方,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。 一年来,我们积极搭建各种开放平台,各大展会恢复线下举行,与各国共享中国发展的机遇。 我们持续增加对共建一带路国家的投资,我们不断便利中外人员往来。 中国正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,把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。 不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巴以冲突,中方始终坚定劝和促谈,进行人道主义援助。 王毅表示,中国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坚定地选择和平,在多边与单边之间坚定地选择多边。 中国坚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。 一年来,我们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,70多国加入知有小组,200多个合作项目落地生根。 一年来,全球安全倡议影响与日俱增,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地区组织的支持。 写入了多份双多边文件。 王毅表示,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,在正义与强权之间中方坚定地选择正义。 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,坚决抵制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,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和正当潜意, 推动国际积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。 面对外部干涉挑衅,我们进行了坚决有力斗争。 针对各种武力打压,我们采取了正当合理反制。 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格局更加巩固。 14亿中华人员推进国家统一的决心,坚如磐石。 王毅指出,2024年将紧紧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 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,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。 中华人员推进国家统一的决心。